满清 为他说句话 他可是带嫁状来的 这要是求是 这是历史客观主义 东山神他带来了 整个蒙古大草原 还有新疆 新疆新疆新的新开的疆域啊 但是 他同样杀密了我们民族的高贵性 他也是兄弟民族路主中原吗 不要误解 我今天绝对不是要和他算旧账 只是面对历史事实 我们一定要注意历史事实 不要篡改他 后人都还活着 篡改的人自以为很聪明 其实很愚蠢 扬州时 扬州人民在死可怕的 领导下 一直抵抗 直到城破 大家知道南京屠杀 三十六万 大家知道 三十六万 扬州大屠杀死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 这个数据 还是非常惊人的 扬州大屠杀 八十余万 杀光啊 他是杀给全体中华人看的 全体中国人汉民族看的 要抵抗 图城 连英国全部杀掉 以后有个人写本书 这个人是侥幸逃离扬州城 他写的不像扬州石 这本书曾经是禁书 民国以后开禁 大家可以看看 还有家定山徒 这也是对付兄弟民众吗 仅仅是陆祖宗园吗 轮流作伤吗 在家定城 他们三次大开杀戒 知道怎么杀的吗 他们向元朝人学习 所有的人 一贯而入 到一个地方 跪着手 站在高高的石墩上 手举 鬼头大刀 前面是大抗 旁边站了个士兵 想不想 不想 离您大得我去 想不想 极其解门 只要你说 想 旁边那个士兵 一家登故事 在笔记中 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 经过这样的 所谓的优生劣汰 高贵的 强悍的遗传基因 消瘦 能在这样的面前 只能这样选择 很多人 留下是比较弱的 虽然 你可以把仇恨放在心里 虽然 你可以把自己 复仇的计划 复兴的计划 什么计划 放在心里 但是 你是说过 我想 我想 我头想 这样的心态 形成 亚文化 极其严重 伤害了我们 而又没得到修补 这是我们中国人 现在缺乏高贵性的 一个重要原因 重要的原因 在我们身边周围 不乏战略 我们到处看到 我相信我们都会 比异的现象 上午成群的在 每一帝国注意 下午成群的排队去签证 可耻万种 你怎么过来 我做配 你怎么要去 你怎么应该 做什么 你怎么应该 别去 你怎么应该 别去 对吧 这很简单 那个人格常识 我们无法找回 自己的高贵 怎么办呢 到处扫货 我刚从法国回来 朋友 请不吝点赞